是 我回来了 我叫张悟琴 十年前我和母亲妹妹 残遭令觉姓魂的父亲 逐出家门 那一 我们跪在家门前 祈求父亲能挥金转逸 却遭遇温泉追咬 母亲为了保护我和妹妹 导致手臂为恶犬咬伤 没过多久 母亲被逼无奈跳楼自杀 之后我和妹妹遭杀手袭杀 生死关头 一个神秘人出手将我们救下 却只带走了我一人 不要跑下丹丹 如今我先天王之威回来 为的就是要让当年害你们 以上官纳兰为首的三大家族 付出血的代价 你的眼睛是不是瞎了 谁让你进来呢 没看到门口的警示牌吗 上官纳兰小姐 刚让我们扒开这娘们的坟墓 写成贱人之墓 没想到这么快 就是人来欣赏我们的杰作了 过来 从杜哥的裤装下装过去 就让你滚蛋 要不然腿给你打断 大壮 你这给我弹 拖得挺准啊 可以吧 老苏 还敢耽误我 没见我土盘是吧 那我再吐边给你看看 什么 这大壮一百八十多斤就这么被举起来了 这分明是一头权势凶兽啊 快来救我 杜哥 来 挺干净 杜哥 快来救我 杜哥 我的腿 挺干净 不要再让我重复一遍 莫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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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叩见王爷 叩见王爷 开始吧 是 用这些黄金重新弃盘 是 黄金 居然是黄金啊 再这么多黄金来上坟 我还是同一次见 这么多黄金 要是换成钱的话 那得好几十个亿也是 懂什么 是 妈 当年您曾半开玩笑地跟我说 百年之后 让我用黄金帮您去做坟 到了那边也有花不完的钱 如今二次做到了 我一定要亲手毁着他 上官纳兰那个贱货 然后让他跪在您的面前 以死谢罪 你们刚才叫我干什么 我们是说 黄金长老所托 得死先拐 陈家在东海 只手遮天 兄弟在外 无人敢招整 陈家长老也在 这些高手 还有这小子来露不明 把他还出黄金大声来 他恐怕都不敢动 黄家长老 那有没有 千万不要杀我 请我解释 本王从来不听解释 本王 难道你这是最新驱起的战役天王 战天帝 今天是上官纳兰儿子 成二少大喜 去嗖嗖热闹 顺便把当年这块墓碑 还给上官纳兰 王爷 这些萧小之辈 我一人足以横扫 您又何必亲自动手啊 你还是回去看守墓地 我要亲自己惠惠 当年的仇人 当年 我亲的老宅子就是在这里 确切地说 刚好是天都大酒店 搜陆的位置所在 手上拿什么东西 不能进 呃 哇 这是谁啊 布鲁布鲁 这人好强大啊 哇 好有魅力的心啊 如果能跟这样的男人约会 想想就觉得好自己 这位先生 按照我们酒店规定 进门必须登记 请出示你的刑检 今天是陈二寿的订婚宴 你在此做 怕是不合适吧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 检查检查 配合 让上官闹岚出来引擎 什么狗东西 敢直呼夫人名晦 哎呀 莫老 这小子如何 在我手上 撑不过一招 怎么回事 我的力道 可是一手能拉动一辆十顿的大卡车 怎么在这小子手里去闻死不动 难道他战斗了多万啊 不可能 还愣着干什么 善儿 慢着 这场合不宜动手 以免扰了二嫂的订婚样 干物知其 是要弄明白 这小子送给夫人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 二嫂那边 也好有个交代 这位先生 小女子宣威 是这天都大酒店公关部的经理 叫我薇薇就行了 来 跟姐姐喝杯交杯酒呢 有什么事 咱们一会儿慢慢聊 哟 让姐姐好好看看 你这拿的到底是什么宝贝 你配 莫老 这小子如何 有钱力 可以在我手上 走三招 不过现在 让我感到比较好奇的是 他身旁白不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叫上官纳兰出来 好你个给脸不要脸的灯徒子 竟敢杀我 这干什么吃的 你们几个大男人 连个女人都保护不了 我叫你有什么 赵总 萱萱 你没事吧 赵少 你可来了 他打我 你一定要替人家好好教训他 放心 有哥哥在 谁也不敢欺负你 嗯 你小子 竟然敢对萱萱动手 你他妈的活得不耐烦了 跪起来给萱萱磕头赔罪 然后他们滚蛋 当年这里是母亲的老宅 我和母亲还有妹妹 在这儿生活过一段 无忧无欲自由自在的幸福时光 居然敢他们无视我 跟老子在这儿装逼呢 好好好 老子今天就他妈成全你 蒙队长 在呢 还他们干什么呢 给我打 打算我的 上啊 千度大酒店 可是陈家的产业 今天既是陈二少的生日宴 也是订婚宴会 一会儿陈老夫人就过来了 我希望你不要太嚣张了 你刚才说打死算你的 你要是不愿登记就不登记了 咱这儿等着就行 那那夫人和陈二少 马上就到 既然你动了杀心 你今天必须死 臭小子 这里可是陈家的地盘 你敢杀我 有种你就杀个试试 住手 陈上 你可算来了 这人不讲规矩 进门不登记 不过劝了两句 他就扬远要杀人 他眼里根本就没有 陈二少年啊 你可要替我们做主呢 死到临头了 还不知悔改 快拉大爷起来 找我砍三百刀 你杀人杀人了 你这 你这 我这样 不是 二少坐下 剩下的交给老夫 刚才 孩子 你可以借我三招 现在 我错了 你可以借我十招 十招 莫长老对到评价也太高了吧 不过小子 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 你在十招之内不倒 我可以让你 全身而退 你就是莫甘 万丰陵园挖坟的人 是哪派去的 万丰陵园 难道是小子和万丰陵园埋的那人有关系 那块用白布包裹的东西难道是 打电话 门门杜飞 万丰陵园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用找了 我已经把他杀了 什么 好小子 你幽种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你没资格问 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要领教领教老夫的厉害 既然如此 那我就给你个机会 你要是能借我一种 就算了 狂妄 莫长 杀了这小子 你到底是谁 这里有柚子吗 我记得小时候 燕子里有棵柚子树 是最甜的一棵 母亲陪着我和妹妹在柚子树下 我拿着棍子再打 大丫头 你到底是谁 我自问你是 你给我扯什么柚子 这里可是沉沉 那可是东海第一高手 你不要自悟 神八道 侮辱母亲的忍仗 肩负一负 正好一锅多了 你最好给我跪下 磕一千个箱头 我家族仁慈 可以伤你个全尸 我问你有没有要死 有就说有 没有就说没有 多多八死 怎么会 那可是莫甘长老 怎么连一招都撑不过 找死 竟敢伤我徒弟 莫长门 你终于出山了 我出两千万 你马上帮我解决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狗杂种 马上 你觉得我是你出钱就能收买的人吗 我再赚一个亿 什么 一个亿 真的吗 果真如此 那好吧 今天我就破例帮你一次 只此一次 下不为例啊 师父 帮徒儿报仇啊 他竟然说我们室门都是蝼蚁 他还说你 说我什么 说你不配给他提携 什么 小子 告诉我 你想怎么死 郭嫂 这不是东海市鼓舞协会会长 莫傲莫掌门吗 看来这莫掌门是要出手了 东海要变天了呀 听闻这莫掌门 他有一支判官笔 此笔失误闪电 变换莫测 让人如云地狱啊 更重要的是 是什么 是什么 此笔一出 就算阎王来了以南流啊 看来这小伙子要遭殃了 小伙子听我去劝 赶快通知你的家人 过来给你收尸吧 一群蝼蚁 去死吧 我可能 你小子 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个见到我判官笔的人 什么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判官笔 我们有生之年能见到一次判官笔 竟就是此生无害啊 今天你死了 你足以含笑九泉了 那就带着你的破裂 见影冒险 拿颜不惨找死 嗯 呃 什么 传说中无戒不碎的判官笔 竟然被他用一己之力给夹住了 这也太厉害了吧 对啊 他太强了 太帅了吧 这怎么可能 不可能 他竟然能挡住我的判官笔 师傅 走 我可以把我了 快跑啊 这 这小子到底什么来临 张二少 啊 你来告诉我 这里有优秀 没有 不过我可以叫人去买 现在马上去买好 好 那麻烦你快点 记住了 我只要优秀 山官总裁 下面有人在闹事 不但当场杀了赵茂财 还打伤了莫干长老 就连莫干长老的师傅 也命死他手 现在正在威胁成二少 什么人 竟敢如此放肆 敢在这里撒业 活得不耐烦了 Download Drama Box Watch Short Series Anytime Anywhere